一个日本的中餐馆 刚刚他们给我写了一个纸条 中国人禁止住内 然后这下面的韩语写的是 韩国人也禁止住内 不知道这个店是什么意思 我们进去问问 旅日中国网红被日本餐厅反中标语激怒 气到冲进去理论 店家回应令他承受不住 男子期待警察 能替他伸张正义 但 影片让中国网友炸锅 上网才一天就被转发11万次 不过资深媒体人 石板明夫表示 理解日本警察做法 因为拒绝中国客 并没有对生命财产构成威胁 侮辱性也不到十分强烈 属于民事诉讼范围 警察不便介入 呼吁中国应该反思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中日两国对彼此不满 也不是只有单方面 有日本网友在上海叫寄程车 不料发现车身 竟用日语写上 日本人跟狗都不能上车 让他整趟旅途坐立难安 两国对立情绪 早已不是一天两天 中日两国 特别是国民之间的 丑恨的情感 其实我们自己在观察 那是2000年的中期左右 小学纯一郎所向去参拜 靖国神社所引发的 一连串的历史问题 除了对历史解读乔布隆 2012年 日本将钓鱼台收归国有 今年又向太平洋排放核废水 也都更加助长中国反日情绪 如今日本人也不忍了 宁可发泄怒气 也不像人民币低头 两国国民互看不顺眼 越来越严重 双边政府恐怕得好好想想该怎么办 金新闻综合报导